心境一轉會更精彩 無謂獨自戀愛 可況晚將來光輝不會離開 無法救日心愛 我回來了 來, 吃飯… 好 我幫你搬身回來了? 我幫你吃飯而已 你好, 歡迎回來 就算了, 焦點焦點焦點 這裡有隻腿, 看看誰吃 我怕胖子我不吃 好, 蟻 蟻 師傅買要買的, 上次生日沒吃 放回去 謝謝 我的天, 做了 歡迎熊十一師傅和他的徒弟 為大家示範一套健康招式 雙手託天理三招 這顏色就是刺激腳肘 提昔骨質的內部 首先兩手交答放在丹田 右腳踏出一步, 去到肩膀的闊度 我以為你上電視教輕功 你胡說, 教強身健康招式而已 你學一下吧, 越來越胖了 原則, 你不用這麼誇張 上網再看重溫就行了 難得跟師傅一起上電視 一定要留個悼念 對, 刺激腳肘就是悼念 這叫經驗 謝謝兩位 下星期和師傅再介打一其他招式 我一分鐘就眨眼就過了 對 他一口氣就拿了幾個星期傳課 好 你笑什麼? 沒笑, 每天 那些菜涼了, 快點吃 謝謝 你怎麼哄阿楓回來吃飯的? 秘密 真是懶惰 你剛才有偷笑, 又說沒有 那你笑什麼? 多事, 洗乾淨的碗 阿楓睡得怎麼樣? 都是這樣 好 什麼時候搬上來? 剛剛24時 是不是老爸做了什麼你不開心? 就叫你說吧, 我會放在心裡 早安… 小廁所臭味道很壞, 很累, 別進來 沒有人想知道你做了什麼 我好心提示一下大家而已 好, 我去家了 阿楓, 你去還是不去? 好 你遇到我嗎? 想我坐一會? 是嗎? 好 好, 大家, 再見到這次 上 媽媽 瘋了 之前申請電影的計劃弄得怎麼樣? 還好, Going very well 成功on the way on the way, on the way 你還在說的話騙我 你根本連墳範都沒有填 就算你不申請 你也一樣要考過英文史, 你知道嗎? 我會報的, 但是不知道怎麼報 不知道怎麼報? 這麼大的人墳範這麼懂 讓我來, 我幫你填 不是, 還沒想到故事怎麼報 你說笑嗎? 你之前說得實牙實耳, 像會中心一樣 原來連想法也有嗎? 還沒, 不知道要拍什麼 拍什麼? 簡單一點, 你之前有沒有量過什麼 你覺得還可以的 你修改一下, 就這樣寄了它 沒有嗎? 那有沒有一些故事你很想說的 你不說是不安心的? 你看著我, 我跟你說說 機會是不會經常有的 是需要自己去把握的, 你知道嗎? 你好 讓我去… 不用… 你年紀還小嗎?人又瘋子瘋子 東西又重了 你應該找樓下的那個 健碩一點的紙幫你搬吧 小小東西要人幫忙 你當我是豆腐嗎? 你這種紋藥書生 你看你的手刮得比我的手指 這麼重的東西弄傷你雙手怎麼辦? 你雙手用來寫東西的 讓我來, 我幫你幫我… 我還沒選好 你不是外野? 問你什麼? 你應該感覺到我這種樣子 應該有多激烈的 我免得再上身 我找你不一定有事讓你拿上身 又或者有筍的東西益你 益這個字我和你的定義有點出入 就是因為這個劇本 是令我和你之間有個心結 我特地來這裡 就希望解散我們的心結 你有機會我贖罪 這麼多年來, 你現在才說贖罪? 對, 有些什麼你開心見誠說 你現在有個機會可以令輕功重生 我趁你繼續寫下去 你先聽我說 就是這個劇本輕功傳奇 其實是我人生一大污點 我每天都很內疚、很痛苦 為什麼我這麼內疚、痛苦 我也不扔掉這個劇本? 是因為這個劇本是讓我有個感覺 我能夠做到一個導演 好吧, 既然我們心結這麼重 我…在這裡撕掉了 這麼嚴重? 天意, 如果我能夠和你同心合力 把輕功重現在觀眾眼前 對, 那我們就無憾了 幹嘛?是不是你的臉沒有生我 還是內心還在生我? 我的臉和內心都在生你 都隔了這麼多年 我不想再拿出來 我沒有本事再寫, 走開 來… 你有本事寫的, 你考慮一下 金營加油… 好像很大件事似的 李艷遇 什麼? 你告訴我, 這張是什麼? 先收起來 進來… 楠楠, 進來坐吧, 吃了東西沒有? 我吃了, 心意 這裡怎麼搞的? 媽媽, 楠楠, 你找我談來收一些東西 我們回房間談, 待會再出去幫你剪 快點, 吃了一點 吃了 行了 我知道的, 只有這麼多而已 這個死人風, 不是欠缺錢嘛 看得不像的 他又不是大花童, 又不是賭錢 最主要是玩遊戲機而已 但他女朋友是吸血鬼嘛 經常買這個買那個 你當姐姐的, 聞一下人吧 行了 阿楓真可憐 這樣就給你的色情婦提示了 什麼色情婦? 其實我畫得挺漂亮的 早就叫他收好一點了, 真無謂 他收得很近了 我進他的房間拿來探訊 試試在電腦後找到的 對了, 你家裡怎麼變了主題樂園? 還好說 就是那種血盤大口美子 介紹我媽媽去看那部韓劇 對, 搞得他現在都入魔了 你這麼欠缺, 適合你了 你看 知道你做老鼻子的事 你好想花錢嗎? 還有, 你到底生爸爸什麼事? 他已經幾十歲了, 算了, 好不好 怎麼搞的? 不是生爸爸, 別胡思亂想 這份工作真的很悶 人家唱歌很難聽 收下飛, 吸一下印, 按下按鈕 不用擁腦, 還可以溫習上電 我心裡這些沒技能的工作 你別跟別人爭取 你要找工作, 很多工作你做 你好 你好 請問想唱什麼歌呢? Lusa 這首是熱門歌, 請上台準備 那你怎麼做? 大哥, 我要買名牌 還有一些學生歌 回家的工作, 多舒服 那你又回家? 我也想有好工作, 有人聘請才行 Sir, 你說什麼? 沒事 我去廁所, 破台券 快翻了 我去廁所, 廁所, 廁所還睡 你死了, 大哥 不是, 這個叔叔唱歌很厲害 明明我很精神 都唱得很頑皮 不信你試試嗎 はい? 我去世人 這首歌 你卻不信你 aría 好, 喝了 喝光了 幸好買了三瓶, 還有一瓶 你真是沒用了, 這麼快就想 我自己喝 你真是沒用, 你真是沒用 米叔, 阿楓 來了嗎?坐下 她喝了一瓶, 已經醉了 來, 你喝那杯 我們喝了兩瓶威士忌 我平時喝醉酒多 我煮了東西, 等你回去吃 阿楓, 起來吧 我帶你回家 不回來, 別客氣喝 你說吧 肯定是為了師父 又不是你這麼想的 未知 阿楓 你不再閘望了嗎? 就算是殺拖拳, 也無留為力 沒有 沒有,只要每天都練習 即使老了,也可以殺戀 這麼開心 紮帽就有這種好,實實在在 不像拿筆一樣,寫不出就寫不出 寫不出,就放下,出去走一下 我放下了三十年 有時你放下了 不容易可以躲起來 我媽媽說過,不要令人生有遺憾 雖然她的人生不平坦 但應該沒有遺憾 那賢叔,想做就去試 不要緊 試甚麼 再喝… 謝謝你告訴我 原來那個傻子那天聽到我說的 我不是想說他的 十一,阿楓不是生氣你 他說聽到你跟遠直在天台 糟了,我說了那麼多話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跟遠直去了晨運,早餐在桌上 如果冷了就把熱來吃 知道阿楓的心事了,不用擔心 有老豆石是金貴的 電話樓盤迫徵,近日被傳出兩棟樓宇 部分長生結構的運營圖檢測數據 未達要求,而需要拆寫重電 供影限大約九百戶買家 發展商預計日課日期 需要延遲九個月至一年不等 地產商只研究線透方案 阿楓,你怎麼回事,你生氣失敗 來,快點 老闆 我腦袋沒了 我把腦袋都迫在化為烏油了 他們說要拆掉再建國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收到樓盤 你遲些再收, 不要再哭了, 好嗎? 傻瓜, 我又沒有手藏著 又不能收了 我又找不到工作 麻煩你帶這位小姐離開 老闆說不會出來 其他業主都走了 她還這樣坐著, 我們很難做 難做?你救我難做 你別這樣, 要負責, 要負責也要負責 我們先回家, 一定有辦法解決 來… 穿上鞋子 鞋子很肉酸 肉酸, 適合你了, 來…走… 很感謝你, 謝謝你來救我 你看, 我好姐妹 當然 是呀, 其實這樣坐著也不好看 是呀, 你們不要面子 我們公司也有形象 你再說, 你信不信我 我之後就拿來訂你了? 走呀, 你… 你現在先休息一下 有人肯定是沖花熱水涼 明天早睡醒再想, 好嗎? 我想吃蛋糕 平時只有我提出這些要求 叫人做而已 今天我對你的大恩大德 記得一定要還 想吃什麼蛋糕? 很甜, 好味道 很多忌廉都很貴的蛋糕 好 你現在先在這裡休息一會兒 我現在馬上給你出去買, 好嗎? 謝謝你, 八婆 你死開了, 八婆 男孩不舒服在房間休息一會兒 小小一點 她不舒服就在裡面睡, 你和她看醫生 你有她休息一會兒, 不要吵她 她是不是胃痛? 之前經常顧著工作 她的胃藥好像全都沒有了 藥是染不上她的 她是心病, 心有事 心有事? 我出去買東西了, 你有她休息一下 我去買東西了 好 好 Billy 喂 收到很真厲害的消息 不過是壞的,想知道嗎 隨便吧,我想我今天 聽甚麼消息也無所謂 襲擊?我何時有襲擊過他 我倒是有扔膠紙 但我還是找些輕輕的東西 隨便試試 難怪每個請我都說沒空缺 但過幾天我又見到他請人了 沒辦法,誰叫你又把病在他手上 我現在真的很後悔 我應該一夜把他放在臉上 那現在怎麼辦? 你一天不向他道歉 也很難在這行走下去 道歉?我還沒告他比放 就算我一輩子做不回這行 我也不會向他道歉 有了他叫法律師信給我吧 我封鎖 叫人 叫人 打人 叫人 叫人 不要動 繼續 放手 你幫他叫死 放手 不要 什麼事?倆交人百多歲就打架 你問他 問我什麼? 最壞都是我嗎?不讓你管嗎? 你敢說不是你壞? 說錯什麼?你一輩子只有一個想字 又不壞又不捨得錯字 謝叔在這裡, 站住 你倆幹什麼?突然要他打起來 是我不對的 拿罐冬讓你走敷一睡 我敷你的頭 真是世界變 起床樓不踏標, 又要整棟拆掉 一敢言思思文文, 忽然間有這麼好火 說不定明天, 有樂開友跟我說話 好了, 說吧 我畢竟吃了除, 也有權知發生什麼事 我勸他重寫輕功 什麼 我勸你重寫輕功, 別再說這麼多次 不然待會又開拖打我 你不說你自己, 說些什麼 我真的叫你大哥然 不然, 我剛才那些是激將法 你不要放在心裡 那你剛才說的什麼 說吧, 我在這裡 最多我幫你多吃脫, 不會死 我勸你重寫輕功, 他推我 我不是說他像縮頭龜一樣 只縮了龜頭在二手書店那裡 哪有編劇就像他這樣腦閉室了幾十年 就算當年沒有偷竅這件事 就算當年沒了長火 輕功也不會拍得成 他根本就沒能力完成整個劇本 我勸你死了, 吃了幾十年 那你真是抵達 什麼?我也是激將法 我想他重新寫回劇本 拜託你完成輕功去吧 做事有頭無尾 那現在我勉強很感謝你 放心, 我不用你操心 我現在生活得很好 慢著… 我跟不上了 無緣無故又重新寫輕功 我有朋友跟我說繁星重組 到處找好劇本開戲 你發你的春秋大夢 你自己發, 不要遇我 你也不想在你撇劫生涯 最後的一個作品永遠都得一半 我是屠龍刀 都需要你這把倚天劍來配合 是屠龍刀, 沒你不成事的, 錦然 算了, 這些事沒得逼的 倚天劍斷了, 大力交也繃不起來 你也是, 大街大巷那樣說他 我現在終於明白 阿楓為什麼要離家出走 阿楓?又跟阿楓有事? 一樣的, 崩口人記, 崩口碗 阿楓, 錦然這齊也挺重的 我也吃了幾下 想不到老馬那麼有火 不然還是讓我去火式感一點 才跟他再談 真的全部東西都可以打? 看到的東西都可以, 除了我 你不用想你, 你這個人渣 每次都要針對我 我告訴自己是屠龍刀 你怎麼會層層樓都沒事 是, 我層層樓有事 為什麼結婚一定要賣樓? 我爸爸每次去廁所都不蓋廁所 為何爸爸這麼喜歡到處罵 說得對嗎? 撿死我 不然你帶我來 我也不知道有這麼好玩的地方 我跟這裡老闆很熟 有什麼舊電就拿過來 他有需要的事, 我也有需要 如果你等錢花, 家姐可以幫你 先顧著你自己吧 學功又沒有, 樓又沒有 又被人唱 我真的沒有 有沒有好一點?還用不著殺人? 那報仇是不一定要殺人的 放心, 洪小姐 根據你找到的一筆路電視片段 和精釐 我相信過得入局比方的機會很大 盡可能我都不想浪費時間 跟他打官司 只要他肯道歉 以及公開我真正離職的原因 我就放過他, 明白 你怎麼這麼做? 你是不是不見了這條CCTV影片? 不是, 不過我現在的影片 你不想拿出來 爸爸? 是呀 喂, 菱莉姐 多有氣息 跟叔叔操練拳 你上司真的有通情打電話 他說原諒你了 什麼? 是的, 叔叔幫你寫道歉信 我又不忍心的老人家常常要擔心你 所以我選擇原諒你 最重要是什麼? 我知道你突然要了一份工作 所以才會突然衝動動手打人 吸收了這次教訓 他以後不會了,謝謝你給他機會 什麼都不知道你胡說什麼 Billy,別這麼好火了 出面很難找工作 對… 不過叔叔的口禮我就不敢收了 免得被人說我收受利益吧 好了,不送了 那我們拿回去吃,免得人爛弄 孫子爺 小姐,小姐 師傅,早安 早安 吃早餐 麻煩你,要你買東西出來給我吃 不要緊 楊姐,沒回來 楊姐年紀這麼大,不用擔心 你想說他這麼大,不用擔心吧 年紀這麼大 不要被他聽到,他會罵死你 不過現在想被他罵,不知道他在哪裡 我看見了,一個二個都走了 人們說搶兒子的口牌 我想我一定是肥佬 師傅,你不肥,威哥就是肥佬 幸好還有你在這裡 要不然我真的跌到心水做獨家村 肥佬和獨家村是什麼意思? 還沒吃完,告訴你 來吧 我要去開工了,你自便吧 早安,小光哥 早安,楠楠 早安,早安,吃點東西 很豐富 你慢慢吃吧 阿森倆女兒一早出去了 我怕你起床的時候沒東西吃 所以我先幫你煮東西 然後我回去開店的要 真不好意思 打擾你們還要煮早餐給我吃 什麼好意思 小時候阿余離家出走 過來你那裡 不知道打擾了你們多少次了 眨眼,大家大了 好了,你回去家裡煮了 其實楠楠 十一這次真的過分了一點 不過如果過兩天你口氣下降了 你好回去找他 不要讓他擔心你,好嗎? 如果我爸爸像你,就好了 起碼不會做一些失禮的事 永遠都像是紳士 其實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優點 你也是時候要在十一身上找回他的優點 再欣賞一下 可能真的太近了 如果他怎麼大都遮蓋了優點 滾滾 謝謝 你知不知道你媽媽是我女神嗎? 其實也很難知道 根據現在的人的說法,即是叫盲返 就像現在這樣,弄得我整個屋都一樣 其實當年我跟勇等都很不明白 為什麼妙妙會選擇一個老操 好,不過跟十一相處了幾十年後 我才發覺原來他有他可愛的地方 可愛? 十一其實就是現實生活中的張無忌 寧波大廈的寧胡聰 還有,是妙妙心目中的郭靖 對不起 我是 今天?可以 好了,我也不妨礙你了 你慢慢吃,我也要回去開店了 我想問,你沒告訴我老爸我在這裡 作為一個紳士 答應了別人的事是永遠不會實現 謝謝 來 洪小姐,我們都明白 這種問題是會影響買家的計劃的 有見及此 我們有兩個不同的方案 給到受影響的業主 賣家可以選擇繼續或終止份賣賣合約 我方會以最優惠利率加三微計算 賠償給洪小姐 另外,還會有額外津貼 以洪小姐這個單位計算 津貼連利息會有… 好,我怕誰會選擇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你對我來說是否選擇 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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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等你 請保護保護盤 請求掌安全帶, 請求掌安全帶 其實你的工作說自由, 但也挺悶 又要自由, 又要好玩, 又要好玩 我真的找不到這樣的工作 你有沒有介紹? 其實你不是大小, 又勤勵 為何好像賺錢不夠呢? 我想段哥你日後 每個月都說要買名牌吧 你故意來是想教育我嗎? 行了…不說, 都說不定 怎麼樣?找我幹什麼? 打算搬出來住, 屋子我看了幾間 如果有多間房間, 你不會跟我走? 你不是不習慣跟我們住嗎? 跟你還可以, 跟老爸真的沒習慣 真的沒有計劃嗎? 你跟他有計劃嗎? 讓我想想吧 請請請你的屋子回復 請帶走你的隨身物品 請帶走你的水仙烏肥 我想去玩 老婆 老婆 神父… 怎麼樣?你沒事吧? 誰不做 老婆, 你過來吧 這個電視機剛才嗶一聲就沒了東西看 那個遙控器, 我按了它也不穿 老婆, 電視機整股糯米 我想它燒了 不行, 我不能沒電視機看 那間屋子的聲音都沒了 行…不如你先去我那裡看好嗎? 電視機是我老公買的 我看了幾十年, 看得兒子也長大 他一直都很硬 我想他夠期了 不如我買一部新的給你 我健仔組機也夠打長同電視機 叫我買個什麼智能電視機 我不懂得用 這個機會有感情的, 你幫幫我吧 好…我找師傅上來看看 你幫幫我吧 好…沒事的… 師傅怎麼樣? 一看就知道沒得做 那…那車怎麼樣? 你給我20元, 幫你搬走它 不可以搬走 電視機是我老公買的 真的沒辦法? 這件的舊東西扔出去也沒人收拾 我當幫你搬垃圾而已 不是垃圾, 我看了幾十年 看了我老公也不在 我老公也不在 他全家人都死了 你比你還差, 兒子移了紋 那你再想想, 我先走了 老公, 請問你知道今天怎麼不開嗎 這間店沒有很久了 那你知道附近有些電視的地方嗎 這也不是這麼清楚了 那現在變成人太太, 你們也很乖 來, 再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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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吧 去吧 不好意思,旁邊是否有人 是否哥頓,我是阿威 當然了 難道我是打救你的神父嗎 我真的想有人打救我 有編劇介紹嗎 一定有,寫甚麼 凡星這件事,我想找編劇幫忙 你不是跟錦賢夾嗎 夾了一條毛嗎?他推了我 我想找編劇幫忙 有,有介紹嗎 有點難度 你是寫武俠的東西 年輕人未必會寫 那些老闆婦未必有空幫我們寫 不用那麼厲害 隨便那份人有點膠帶 毋加婦就吸收 最好不收錢就行了 我們想想吧 話說回來,這些事情做生不如做熟 鬼不知道 你找人夾你浪費時間磨合 怕你磨合一磨合,甚麼都磨不出來 也要先看一看,先看一看 你的樣子好像很需要睡覺 還年輕嗎?每天都0628歲 現在多少? 很久沒下班了 霍鄧哥… 甚麼事 導演說想找製片 叫他等一會 那我不妨礙你了 以後你就馬上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我 好,先上禮箱吧,很靈靈 這麼適合嗎? 我們真的好像沒試過這樣坐下來聊天 是呀, 因為你是一個沒穿的小腳 到處飛 你沒穿, 沒穿的小腳 你那些廣東話一塊塊 那你媽說得比你聰明了 也沒人用廣東話和朋友聊天 那你也用到廣東話和我們溝通 你也算聰明了 我看電影學的, 我很喜歡武打電影 喜歡還喜歡, 現在不流行 現在的人流行看超級英雄片 熟上天, 熟落地 總之熟悉的東西他就喜歡 那不流行你又怕? 我喜歡 對於我們這群人 輕功就像程義傑一樣 你明不明白什麼叫程義傑? 就是有一件事 放在你的內心裡面 你就經常會想著 對你很有意義 就是像威猛一樣, 這麼關照我 很關照你嗎? 對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夠完成輕功 這樣就完成了我這個夢 雖然錦然說, 他把以前的東西放下 真的放下? 如果放下就不會每一次提起都這麼大反應 這次還要動手 其實錦然是好事 不應該只躲在二手書店裡 你明不明白嗎? 你真的明不明白? 你會像小鴨頭丸一樣, 只是在那裡鴨頭 我明白, 只有志師傅似的 不應該經常躲在家裡 應該出去發揚光大 是啊 其實我也覺得你們一個人很聰明 什麼賊賊? 我也希望你們可以拍到輕功 我媽媽就會很開心 什麼媽媽? 我媽媽 我沒說想要給我那款床 我可以介紹一下 好了, 不用 我要這款枕頭 拿個新的給你 謝謝… 一拿了新枕頭給阿錦如 萬一你自己送好了 我看他最近應該睡得不太好 頸子好像一般般 千萬不要讓他知道是我送的 謝謝你 謝謝 很搞笑, 時應不懂韓文的 香港的, 島廚都是日本餐廳 每天到門口就213、214 日文歡迎光臨的意思 幹嘛送枕頭給我? 又請我吃韓國的東西? 二叔, 枕頭是威哥送給你的 你別告訴我, 這頓是他請的 不是, 這頓是我想謝謝你給我同居 你住一個地方而已, 很消耗 我去吃 黃蕃油 謝謝 很好吃 金蕃燒, 你們喜歡吃韓國的東西嗎? 喜歡, 最辣的即食麵 很多人喜歡吃, 加芝士很好吃 你這麼年輕吃就行了 我, 米餃 如果一會兒能吃到三哥怎麼辦? 去山道露營吃很方便 你還喜歡吃什麼韓國的東西? 以前在扁牆你媽媽帶過一些 像煎餅的東西回來吃, 甜甜的 裡面有些料, 兩邊煎到金黃, 脆脆的 火鍋, 這麼大, 黃色? 是, 挺好吃的 不過很久沒吃過 很容易煎, 我可以煎給你吃 好 你知不知道你媽媽很喜歡吃甜甜的東西? 你喜歡吃嗎? 不喜歡, 但是需要吃 我還記得當時你媽媽 經常帶著一包糖在身上 不斷真誠 如果我媽媽知道威哥怕輕功 我想她應該會很開心 阿威叫你這麼說 不是, 你們經常說輕功是個結 我想我媽媽也有個結 小歌躺室 從前我也可一開口叫你心開 從前我也可 如性光雷高唱我熱愛 不過沒法回去 時代不再喜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